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鲜鱼 欢迎大家收看为什么我画的医者和别人不一样 第三期 前几天弄到感冒了,然后传染了全家 休息了几天,我现在的嗓子还是有点痛 说话声音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这期是三张图的最后一张了 是一个卫衣小裙子套装 这个卫衣啊,我个人平时穿的都是那种比较宽松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腿比较粗 反正这种短款的比较修身的 穿上瞬间就显得绑大腰圆 这种款我平时是看也不会看的 所以这次我又稍微模改了一下 画的宽松了一点 既然上衣变得长了,而且宽松了 裙子呢,就会显得短一点,对吧 关于这个白褶裙啊 我上一期跟大家讲的让褶子变得更精致的小技巧 这期再给你们加一点内容 你们想象一下,裙子平时不动的时候 它的褶子是平的 等里面包裹了腰部和大腿根部 只要稍微一动 裙子的褶皱就会发生变化 我之所以让你们把褶子立体起来 也是为了方便画它的动态 像这样内部下压 怎么说呢 总之就是把裙子的结构给它画起来 沿着结构画 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要养成这种习惯 千万不要偷懒 妈妈的等你养成了习惯也就不觉得麻烦了 反而觉得非常的顺手 对,看完这些再回来看我画的这个裙子 上半截被被衣压住了 整体往内收 下半截以两腿中间为中心 来逐渐由蜜变疏 这个褶皱是不是就非常自然了呢 被衣的褶皱呢 还是和上一期视频一样 我先用一个颜色来给你们过一遍基本的褶皱 被衣的布料是那种比较柔软的 褶子不要画的太密了 也不要画的太硬了 胸部和肩部这些比较饱满的部分 少画几条 袖口和领口还有帽子 还有腰部堆叠的部分 多画一些堆叠的褶皱 总体上还是不难的 其实我个人对于褶皱方面 真的没有太多的塑成技巧给你们讲 感觉褶皱这东西想画的自然 首先你必须要理解每一种布料的材质画法 不一定要画的特别细 但是某一种布料的特征 咱们一定要体现出来 比如牛仔比较硬 丝绸比较软 这两种材质就是完全不同的画法 然后就是布料和人体动态的结合 这就要求对人体有一定的掌握 所以说医者拿画 其实就是很多人他的基础不到位 我建议你们都去找一些参考图 想画什么就专门进行练习 比如你想学牛仔裤 就找几组牛仔裤的图片来临摹 想学衬衫 就找几组衬衫的图片来临摹 那现在可能会有小伙伴陷入疑惑了 又疑惑什么呢 就会问鱼鱼 那你这么说的意思 我只要找点图片临摹就行了 看多少教程也没有用呗 哎呀也不是啦 多看一些教程视频也是可以的 比如你们可以看B站有一个叫 比比比目鱼的up主 虽然呢他讲的不咋地 但是绘画过程还是值得一看的 上一期视频 我给你们讲了冷暖对比的打光方法 很多小伙伴表示没有学会 那这一期我就再说一遍 这个上一期有人表示 冷暖对比的打光需要结合环境色 限制很大 并不是随便就能用的 嗯当然啦 如果这幅画是有背景的话 那的确是要结合起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背景的话 其实自由发挥就可以了 观众的脑洞会跟着你一起自由发挥 并不会显得很突兀 这幅画我稍微选了两个对比色 冷色用一点点蓝色和绿色 再用一些粉色来提亮 这个卫衣的质感很容易就出来了 裙子呢圆图是灰色的 那个灰色呀它有很多种 冷灰暖灰都可以 既然上一是黄色的 再来一点点粉色的光源 那裙子底色就可以用一个紫蓝色 再加一个紫黑色的阴影 好啦 送示范褶皱系列暂时就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我要做肤色系列了 如果你们也想上电视的话 就赶紧给我投稿吧 终于不定下一个上电视的 我是牛 好啦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再见